北京时间8月5日,2018赛季中超联赛,继续进行第16轮的争夺,其中升班马大联谊方将迎战上海上岗。 大连一方休赛前状态非常不错,甚至在主场3比00封位也冠军广州横打。 不过,休赛踢回来后状态直线下滑,仅取得一平三副的成绩,近来分别不敌北京人和天津泰达,长春亚太,重新跌回降基区。 上海上岗目前在上赛一轮的情况,下排在联赛第三位,球队目前距离把手紧将差两分,球队休赛期回来后拿到三胜一平的成绩。 近来三连胜,主场两连胜,上轮比赛主场4比1大胜全界,两队此前交手7次,大连一方二胜三平二负,主场一胜二平保质不败。 本赛季首回合较量中,上海主场8-0大胜一方,大连一方能否上演击败恒大的好戏呢? 从博彩公司给出的数据上看,期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,出盘的博彩公司意见不统一,后续均调整为受求吧,上盘中低水位,对上港给予了绝对的支持,一方抱了难度极大。 从过往战季和近期状态来看,上海上港都处于优势,奋战关注上港客场取胜,网易彩票还在发愁股市风云莫测,点击下方了解更多。 有点队面。 谢谢观看